好物推推之 這些廣告品真的好用嗎? 自從這個東西紅起來之後 它就開始廣泛的出現在我們藝人的休息室 OMG 驚鬼天人 回家想說我一定要買它 它真的好用到 一日不用 面面不可憎 它宜品粉飾的效果真的很驚人 第一代 第二代 到現在第四代 我有三塔 所以我也有特地去陽光下實測了一下 發現其實還好 你不特別說別人不會 第一眼就發現了 我姓小琪丹明炫 不能叫我齊炫喔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琪炫 又來到大家最最最愛的 好物推推之 這些廣告品真的好用嗎? 因為上次呢 我是集結了 從那陣子收集的廣告品之後 那一集之後很大的迴響 在這裡呢 再跟大家道歉 那一集從頭到尾沒對到交 那這半年也有收集了一些新的廣告品 來看看這些廣告品是不是真的都好用 第一個呢 我一開始完全不知道這東西 然後我知道的時候 是因為有一集 大拍那種類似好物推推 一個人推薦一兩個東西 這個是韋如姐介紹的 以下這個節目 大家全部都去拍那個品牌 真的不誇張 連心美姐 然後所有的藝人啊 主持人 然後工作人員全部都來拍 希望拿出來大家不要太陌生 就是這個 爆肯包 平常呢 它收納起來長這樣 然後你的收納方式可以變成是 你輪子可以拆掉 放在裡面 但是我個人是喜歡這樣子收 因為這樣子收 對我來說 要馬上的打開 裝東西比較方便 它收起來就是這個大小 但它打開呢 超級大 我的這個Size好像是 XL號 它有分M號L跟XL 我買了銀色跟黑色 然後我一開始是買M號 就是中型 後來我就發現 中型對我來說好像有點不夠用 因為通常 你會用到這麼大的包包的時候 通常對我來說是裝超多東西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我們通告一整天 然後帶好幾雙鞋子 好幾個衣服的時候 背著那個很重 可是脫的這個就很方便 我覺得最愛的會是媽媽組 尤其是常去 尤其是 常去超市才買的媽媽組 自從 就是這個東西紅起來之後 它就開始 廣泛的出現在我們藝人的休息室 尤其是 新美睫就會拖了兩大咖 因為大家也知道女大很容易就是 我這一集要介紹 秋季所有的穿搭單品 那些老師都要帶超級多東西 真的超方便 重點是 它竟然連一個三歲小孩都可以裝進去 當然說沒事 你千萬不要把小孩放進去 但有時候真的 媽媽可能手上太多東西沒辦法 那個時候節目在播的時候 甚至主持人整個人坐進去 它還可以推 就它的輪值是非常耐用的 它就是長得很前衛 雖然它沒有非常便宜 它的價格真的算是有點 我覺得偏中高 可是因為 大家最常見的廣告形式是 大家看的那種塑膠推車 然後平常你也是可以這樣收的扁扁的 但是你打開的時候 你就要把它拼拼拼 拼成一個塑膠長康型之後 你要想 譬如說它是50公分乘以50公分好了 你的東西就只能這麼大 你如果超過這個空間數 它就塞不進去你那個空間裡面 可是這個袋子的好處是 因為它是軟的 所以呢 你可以把它無限延伸到 譬如說長度最長 它就可以到這麼的長 空間是有彈性的 可以大概正負個 2-30公分左右都沒有問題 譬如說我去坐高鐵好了 大家有時候那個座位不是很擠嗎 這個是軟的嘛 所以有時候你沒有裝得 完完全全緊繃全滿的時候 你是可以凹它的 就譬如說有的人車子可能 後座空間沒有那麼大 它至少是可以凹的 然後再加上 我自己最近有發現幾個 就是更好的點 就譬如說有一次推著它在趕高鐵 高鐵大家也知道要上下手扶梯嗎 要爬 我覺得它最好的是 每次經過手扶梯 或者是那種樓梯的時候 它非常方便可以整個就是 上肩抬起來 因為通常我們拿行李箱 行李箱就只能這樣拿著 然後跑跑跑跑 而且肩背的負重 會比我們手提的還要重 肩膀比較有力量嘛 所以你真的裡面裝超多東西的時候 你用肩膀背是相對輕鬆很多的 80%的人 還是在用那個塑膠的推欄 它裝滿東西的程度上 你遇到樓梯呢 當然有的是有那個 軌道可以走 無障礙 對 無障礙 坡道可以走 但是有的樓梯就真的沒有坡道 它的那個塑膠欄 它在拍它遇到樓梯收納的時候 畫面裡是沒裝東西的 它在拍說 如果遇到樓梯 你就是這樣 咔咔咔 就可以收起來 然後抬起來 就可以上樓梯 那個前提是 你裡面沒有裝東西 但是大部分我們用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裡面 我們裝滿東西的時候 你遇到各種地形 才會產生使用上面的障礙 目前為止 我應該用了有一年了 而且它的輪子推起來非常滑 非常好推 幾乎有高級行李箱的等級 所以才會它有一點點貴 但是我還是買下手 因為它真的太好用 它的上蓋呢 是可以直接就是這樣蓋起來 如果你買中號的 它蓋子要另外買 但是如果你買到這個最大的 它蓋子是直接負責的 所以你就是直接把它拉起來就可以了 然後我覺得它這個蓋子也很方便的是 它可蓋可不蓋 你不蓋的情況 你可以裝超超超多 因為那個蓋子沒有要蓋起來 但是如果蓋起來的話 它還有很棒一個功能 就是它完全防水 所以就算你下雨天或怎麼樣 你就是把它蓋子蓋好 你裡面的東西完全不用怕濕 這個材質會有點像是保冰袋 所以呢裡面還有稍微一點點的 可能對食品有保溫效果 所以我真的覺得媽媽超級推 一個放家裡平常的時候出去用 一個就放在車上 一倍不時之需 突然要去哪裡補貨 這個最大號的容量 幾乎是可以裝下一整個賣場的推車 那我自己是覺得如果真的經濟不是那麼寬裕 但又想買到CP值最高 那我直接推薦買最大號 大至少可以裝少 但是如果你買小 你再多的東西裝不進去 因為我記得價錢上好像每一個size可能差個500到1000左右 因為我自己之前有買中號嘛 後來又買了最大號 買了最大號之後 中號幾乎被我封成了 所以我是覺得買大是CP值最高的 接下來這個東西呢就是在小紅樹上超級紅 我第一次被燒到的時候是我那時候去上那個完美研究室 然後那個時候就第一次試用到的這個東西 然後我就覺得 OMG 驚迴天人 回家想說我一定要買它 PRIMAVISTA的霧光潤澤粉底霜 那它主要呢會這麼紅 是因為它的設計很特別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粉底盒 它不是一般的粉底盒 它這邊有個神秘空間 它最有名的就是這個滾輪 這個滾輪會讓上妝變得非常非常的快速 我真的不知道我那天到底是被詭达到還是怎麼樣 就是我後來這樣用之後 我覺得還好耶 我當時第一次在節目上用的時候 我是非常震驚的 但我後來去想為什麼會擦那麼多 是因為我當時在用的時候 有點類似補妝的性質上去 因為我當天本來就已經有了底妝 所以那時候一覆蓋下去的時候 哇!覺得說很不錯耶 沒想到它真的滾輪可以讓粉底上到臉上 可是 如果我今天從零開始畫 完全把它當我的100%粉底的話 我就會覺得有點薄到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網友說它的上妝起來很輕透很輕薄 就是它的這個滾輪會讓新手很好上妝 因為它就是很簡單很沒有邏輯 沒有思考的就是你去這樣滾滾滾滾滾滾滾 然後在刷油漆 我覺得它適合給那種 膚質本來就非常非常好的女生 他講求一個妝感輕薄 或者是什麼情況我會用它 就是我非常感 我今天讓它睡過頭了 急著要出門 我要馬上抓一個東西 有點類似抓氣墊粉餅的概念 但是我覺得它的缺點就是 雖然網友是說它會形成一個薄膜 然後會讓它有保濕效果 然後比較不容易脫妝泛紅 因為我是敏感性嘛 所以我泛紅基本上也會有 然後我又是偏油的肌膚 所以它的控油效果跟遮蓋泛紅的程度 我覺得還好 如果一到五分的話 我覺得這個的遮瑕可能兩分耶 就是譬如說我的豆疤或什麼的 其實還是看得到 因為我今天就是完完全全只用這個上 基本會覺得有妝沒錯 但是如果你要覺得我今天的妝很精緻嘛 就是不會有這種精緻感 有些女生會愛是因為 他們可能本來膚質狀況就比較不錯 或者是乾肌好像蠻合適的 因為它有那個薄膜 它會幫你保濕嘛 它的脫妝問題可能是過乾 但它這個確實保濕度是有的 它還有一個缺點我必須講 因為你要想它是滾輪嘛 所以滾輪我們這樣滾上去 但是我們難免 不管是臉上也好空氣也好 一定會有一些灰塵 我大概用五六次吧 這上面的灰塵已經滿滿滿 因為我要測試它從零開始畫嘛 所以我都是在家的程度畫的 臉的乾淨度一定比在外面的時候多 它還有一個滾輪上面的缺點 雖然上妝很方便沒有錯 但是我發現它對於鼻翼沒有那麼友善 跟這邊就是我們的眼窩處 應該是說臉上有凹陷的部分 就是譬如說你看這邊 它有空隙 就會上不均勻 你就會變成我的這邊跟這邊有裝 我中間空空的地方就會沒有裝 所以其實鼻翼仔細看 它沒有上到最凹處 我第一次見到它的時候 我非常驚豔有來到九分 但如果我現在真的用一陣子下來 我覺得大概七分 加上它不便宜 它整組買下來要兩千二 雖然我們查的range價差有點大 因為譬如說在別的地方 可能有賣到一千多 然後在日本甚至是三千日幣左右 所以最便宜的就是日本 有興趣的人還是可以去日本買 但我個人是覺得 如果你的膚礦跟我一樣 是屬於這種trouble很多 狀況很多的人 那我覺得這個 沒有辦法滿足我們的日常妝容 頂多只能拿來補妝 再來的這個東西呢 它在我的空空上 好像連續出現了兩三年都有 屈臣室我也講過 因為有一集是拍屈臣室好物分享 然後它也是我去屈臣室 必會買的品項之一 將將 潘廷新升級的三分鐘奇蹟護髮素 這個對我非常不陌生 就是因為我一直都是潘廷家的超級愛用者 為什麼它會在這一集裡面 就是因為最近 他們的這個新升級 廣告又開始 廣泛的一直在播放 那這次它的新升級呢 又變得更好用了 我本來就是愛用者 沒想到它還可以再更進一步 就是它添加了 三倍的B5濃度 如果你有經常在保養皮膚也好 你有在Focus在一些修護啊 抗老的話 你對B5這個成分一定不陌生 它幾乎可以成為了修護的代名詞 那這個B5呢 你看它加到最高濃度 你可能就會覺得 那它是不是會很黏或什麼 結果完全不會 它洗起來呢 非常的輕盈 而且好滲透 我個人是超級受損吧 我用那種很厚重的 要嘛就是譬如說吹乾之後 頭髮表層有一種黏黏油油 沒有吃進去的感覺 就是要嘛不是遇到過度修護 要嘛就是修護不夠 但是潘廷室我覺得 它的修護力很足夠 滲透力也非常夠 平常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幾乎每一個月都在不染頭髮 然後頭髮又有自然卷 常常要燙那個縮毛矯正啊 每一天都在上電棒 所以我的頭髮的受損程度 非常的嚴重 今年初我不是大動作 剪掉了整整15公分的頭髮 就是因為我下面那些頭髮已經壞死了 然後現在就覺得不行 修護頭髮真的很重要 所以呢 即便我把下面 我覺得我那些爛掉 全部剪掉了 我現在僅存了 我還是要好好的護理 好好的保養 那這個呢就是平常 我需要比較輕盈的時候會用 那如果我那陣子覺得 我受損非常非常的嚴重 我幾乎會天天用這個紫色的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是 因為我之前空中廠也講過 我非常喜歡那種短時間的修補 一分鐘啊三分鐘 這種標題就一定會吸引我 去把它拿下來 我就是一個很懶又愛漂亮的女生 然後我也真的測試過了 真的它就是三分鐘 馬上就吃進去 因為通常你抹了之後還會覺得 是不是需要等很久啊 是不是需要不要烘它 要不要熱一下 但它這個就真的用起來 非常的簡單 就把它當一般的頭髮護理 就是洗頭洗完之後 你就直接上在 你想護理的髮尾啊髮絲上面之後 大概把它盤起來 然後洗個身體完 就可以把它沖掉了 真的就是三分鐘達到它的修補效果 它又不會在表面殘留 很集中的我最怕就是 隔天很黏 你知道那種很黏的狀態是 你隔天上電棒會上不去 所以平常它的輕盈對我來說也很重要 一抹呢就有光澤動人的秀法 因為像我們保養品 我們天天都會用 維他命呢身體的保養 我們也天天都會吃 那頭髮呢其實就是我們整個人的第二張臉 所以也要天天都做好保養 像我現在每一天都覺得我的頭髮柔順的不得了 每一天都覺得自己比以前更多了 它可以天天用是因為它裡頭添加了 高濃度的B5以外 它還有超強滲透力 所以等於它效果加成 天天用完全都不會黏力 修護力又是一級棒 不管是他們的洗髮精到 護髮素到 這些髮膜到 甚至是他們的這個 膠囊 我幾乎每一款都買過 這個膠囊對我來說 帶出去外出旅遊超方便 就有點小安平的概念 一顆就可以用完一次頭髮 我之前長髮的時候是非常多的 我就需要用到兩顆或一顆半 它是主打集中修護 所以其實兩三天用一次就非常夠 加上我這個人出去旅遊 也差不多兩三天洗一次 接下來這個呢 它也是超級紅 而且我幾乎每一天都滑到 我滑到我本來對這個東西完全沒興趣 話想說真的假的啦 就是網路上有各式各樣不同品牌的評測 這個東西就叫光腿神器 它就是長這樣子的絲襪 我買了這個品牌叫瓦物 因為我每一天都一直滑到它這個品牌的廣告 網路上有各式各樣品牌的有些專業測評 但我們今天只講這個 首先我一打開我嚇到 因為好厚喔 它這個光腿神器呢 其實是想滿足那些冬天 愛水又怕老皮水的妹妹們 譬如說像我這種 我這種就是冬天幾乎穿長褲 我不太可能會穿短褲 因為我的腿就非常怕冷 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 像日本女生或是像我身邊一些辣妹朋友 他們的腿是沒有神經的 就是不管再冷 腿都可以放在外面吹風 但我不行 我皮頭會痛 我好像是有那個 真的風吹來我鼓頭好痛 尤其那個膝蓋骨 因為我本身皮膚偏白 所以我買了最淺的淺膚色 跟黑色 我是買薄絨款 它的這個薄絨呢 顧名思義相信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不是透膚的 它是有一個假皮感 那它這個假皮呢 其實裡面它翻出來 它就是一個刷毛在裡面 所以穿起來 非常保暖 我覺得其實穿薄絨就很夠 因為我本人也是非常怕冷的那種 我穿薄絨基本上已經覺得 哇 真的好熱哦 等於是你穿著發熱衣 再穿著發熱褲的那種感覺 它穿起來 我一開始以為一定很假 然後我自己穿上去之後發現 欸 其實比我想像中自然很多 譬如說我一開始打開想說 這個很黑耶 我不是買淺膚色嗎 我還去翻我的訂單 對啊 淺膚啊 可是看起來怎麼那麼黑 就發現 喔不是啊 你要穿上去 其實穿上去之後 跟你乍看的膚色 其實還是差蠻多的 走路起來呢 不會有覺得太不舒服 當你會發現一個人他其實是有穿似外 是因為你看到他很多的皺褶 但是他的貼合度是夠高的 所以其實不太會看到什麼皺褶 在走起路來的時候 通常這種你最怕的就是 陽光下很假 所以呢 我也有特地去陽光下實測了一下 發現 欸 其實還好 你不特別說別人不會第一眼就發現 但我要講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我自己本身腿就不是非常細 所以我穿了之後 我覺得有讓我的腿稍微有變粗的感覺 你要想他裡面刷了一層毛 但是很細的人好像沒有這個困擾 因為我看網路上一些評測 他們腿本來就很細了 他們穿上去還是很細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足以腿 有一點肉的 可能稍微斟酌 那我建議你們就是買包容 就不要買到厚的 因為厚的就會再更加粗 價格上不算到太貴 因為他有一點點兼具了發熱褲的效果 你有了眉毛又添加保暖 綜合起來覺得CP值還是有在個8.5分以上 怕冷的女生很適合買 接下來最後的這一個呢 其實我算是推薦過他 但這個其實已經是我日常中非常愛用的東西 而且他也是一集來廣告都打很兇 因為市面上品牌百百種 他真的好用到 一日不用 便面目可真 手上我就推薦了我最常用的兩個品牌 一個就是上一次推薦過的 未來美雲朵機 它是第四代的雲朵機 在外型上呢 整體都做了更加升級 第二個常用的呢 就是這個 晚婷姐的品牌出的這一台洗臉機 你看他用到現在上一次 還有一點黏黏的 欸這個沒清洗就代表我真的有在用 就是這兩個的使用頻率跟狀況不太一樣 我先來講推薦過的這個好了 因為這個雲朵機呢 主要是你看他拿起來很輕巧很方便很舒服 他的這個手完全符合人體工學 我本來就對未來美的洗臉機有很好的印象 所以未來美洗臉機 從第一代第二代到現在第四代 我有三台 所以我明顯可以感覺到他的進步 就是他的刷毛越來越細 以及震動越來越高頻 他這一代的震動一階的時候 相當於前面幾代的 兩階到三階的震動頻率 所以他的刷毛變細了 震動頻率變高了 加上他有不同的光 不同的光有搭配不同的肌膚狀況下去做使用 我要帶去旅遊也非常的方便 基本上刷磚的角度都清潔的到 有在用洗臉機的人一定知道 他移屏粉刺的效果真的很驚人 不是有我知道 他的這個矽膠鞋毛會讓你 感覺你在對你的粉刺加壓 所以你的很表層粉刺會被他擠出來 代謝出來 所以每一次 我只要一天兩天沒有用 我就感覺到我皮膚明顯的 光用手洗就覺得好粗好粗 可是只要有用洗臉機洗 洗完你摸就覺得 好滑粉刺不知道去哪了 尤其是下巴這邊 你用手就可以摸到 好多一粒一粒的好煩 我告訴你這種時候 你洗臉機就是給他開下去 我告訴你在洗的時候你就這樣 雖然很醜 但是這個情況是最好可以洗出粉刺 就是你把你的皮撐到最緊 因為你的皮撐到最緊的時候 感覺你的粉刺翹起來了嘛 粉刺翹起來的時候 你在拿洗臉機的這些鮮毛 去針對他洗那個毛孔 你要想說平常我們用手洗 手它就是一個平滑的東西 你平滑的東西 怎麼樣洗一個平滑的東西 它就是這樣 就很像 你用抹布洗鍋子 雖然沒有不乾淨 但是一定不會比 有那種譬如說 或者是菜瓜布 這種有凹凸面的東西 下去洗 清潔力會更夠 當然也不是說用手布乾淨 但是手你要想 譬如說這個是毛孔 我們只能在毛孔的表層 玩一玩一玩一這樣回它 這樣回回回 可是你要想它這個上面是鮮毛 所以它這個毛可以滲到我們的毛孔裡面 你這樣洗洗洗的時候 你就把它可能尻出來 所以每次洗完的時候 粉刺明顯的 一瓶百分之八十趴 清潔有做到位 保養品真的吸收得更進去 尤其是你把你的毛孔清好了 保養品滲透率差很多 我一日不用我就覺得 天啊我現在是個粉刺怪物 但是 但是 如果今天我要出遠門 譬如說我要去到歐洲 六天五夜這種 長時間的旅行 那我可能會選擇帶它 就是婉婷姐的這一台 為什麼呢 雖然它的刷毛比起它沒有那麼的細緻 但是它有一個很致命的加分點 就是它背後的這一個 你看它有紅光 紅外線的光 其實它是會溫熱的 譬如說我們有時候放了一些油類 或者是乳液類 我們想要它按摩吸收 這個時候你用熱導露 再加上它的那個紅外線有修護細胞 修護表層肌膚的那個效果 譬如說我最近皮膚瘦蠢嚴重 加上我今天想要來點按摩 我就會開啟這個紅光模式開始按 它的這個紅光模式有維持在那個溫度 所以用起來很舒服 尤其是天氣很冷的時候 然後再來是它不僅有紅光 它有藍光 這個藍光呢 大家如果有在做臉一定不陌生 做臉最後一道都會有一個鎮定舒緩 它剛剛幫你擠完粉 是它要把你的泛紅解決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個光源 而且這個熱到冰 像我剛這樣熱到冰切過來 不到一分鐘吧 它現在表層已經非常冰 你摸摸看 很冰 很像冰塊 你摸摸看 它的這個冰 在譬如說我臉大過敏的時候 或者是我臉現在 譬如說剛自己 去整幾碗粉刺的時候 用這個冰真的超級爽 你就是上一點那個鎮定舒緩的一些 凝膠凝露或什麼 就開始我就這樣一直推一直推 好舒服 所以說如果出國我會帶它 因為它的功能性相對更多 不管是它的紅光的那些修護因子 或者是它的藍色這個保濕鎮定舒緩 對我來說 功能性算是最全面的 然後再加上它也沒有很貴 如果真的要比起來的話 CP值比較偏高好像是這一支 但如果你跟我一樣 對粉刺有一定的執著度 就很想它們從此消失在我的生命中 可能雲朵肌產品粉刺的程度 好像還比它再高一點 這個圓圓的使用上呢 比較沒有深入我們的譬如說鼻翼 因為鼻翼一定是我們粉刺最多 跟最刁鑽難處理的地方 這個鼻翼不好伸進去 跟這個眼窩 就像我剛剛講的滾輪的那個角度 就是它的這些死角有一點點進不去 但這一台因為它有一點橢圓 這一頭跟這一頭算是有一點點尖 所以它還是深的進去我們的這個所謂的窩 然後跟所謂的這個鼻翼 它是深的進去的 我日常都用這一台 這一台我大部分時間拿它按摩 所以兩個對我來說都非常好用 然後市面上洗臉機 一百百種各式各樣的品牌都有 價格呢有從便宜的一千塊到八千塊不等 所以大家也可以自己去體驗看看 今天的好物推推就到這 這就是近期呢 這些廣告大家也都會滑到 因為我還有開那個問答 問大家說大家都滑到什麼廣告 我特地還從大家滑到裡面去找的 希望有提供給你們寶貴的建議 跟寶貴的資訊 然後希望大家跟我一樣 永遠保持小智女的精神 錢要花在刀口上 希望大家喜歡這一集的好物推推 我們來兼這些廣告瓶到底好用嗎 也不要忘記追蹤我的Facebook 還有我的IG 如果你們還要被廣告瓶真的燒到不行 歡迎你在底下留言給我 我來幫你實驗 然後我們再收集再來拍成新的影片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掰掰 一點雞我都會覺得好像真的很好用 對就是拍起來這真的差 那是因為我不想給大家看 我本次本人大特寫 不然其實如果我敢拍的話 我真的很想讓你們看看 有用真的差很多 我最明顯的效果就是我麻醉 就是我麻醉的時候 全世界除了在那邊講我很ㄎㄧㄤ 或什麼之類 最多的人都是在問 為什麼你皮膚可以這麼亮 很多人一直質疑我有化妝 你們要知道進手術室是真的不能化妝 然後我就洗臉機加小白瓶 加那個面膜 三層功效 我那天皮膚好到一個乍天 應該是我人生頂風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有用啦 大工程 是真的 兩天 那個人的血量